胡錫茅登基還不到一年就效法陳超的制度 退位給了自己的兒子胡漢倉 自稱為太上皇掌握朝鎮 其實胡超前後才七年就滅亡了 被明朝滅亡的 兩國之前都是好好的藩屬關系 為什麽明朝說打就打呢 當胡漢倉剛繼位的時候 前使到明朝 不敢說陳朝是被我們胡家消滅的 於是就撒了個謊 因為他們胡家是外戚嘛 所以就說陳家沒有繼承人了 我們胡家才接的班 麻煩你們明朝給我壹個正式的冊封吧 這個理由很充分 明朝這邊也就給了 封胡漢倉為安南國王 但是這個時候陳家的人還沒有死絕啊 壹些陳朝的舊臣和後人就跑到明朝那邊告了胡超的狀 把胡家篡位的事情全部說了 還說胡朝想要抗衡明朝什麽的 請求要明朝出兵幫陳家討壹個公道 因為這樣胡朝和大明就搞得很不愉快 後面又發生了壹些事情導致了矛盾更加激化 當然了 明朝難道自己壹點都沒有想要吞掉越南的私心嗎 終於 明朝打著幫陳家申冤的喜好出兵 討伐胡家 1407年的時候 胡氏父子出逃 最終被明軍行禍 胡朝滅亡 越南的國土被明朝吞併 又成為了中國的壹部分 當時雖然胡家被明朝拿下了 但是陳家還在呀 陳家剛開始的時候請大明幫忙 也沒有想到結局會是這樣 陳朝宗室還有人企圖要恢復家業 況且當時的越南人也不願意做明朝的奴隸 所以明朝佔領之後不久 1407年到1413年之間 陳家的後人又建立了一個城市政權 史稱後城朝 不過他們老大最終還是被明軍俘獲了 後城朝滅亡 1418年 越南那個豪族黎立自稱平定王起兵反明 與明軍爭持數年之後 在後面的幾場戰役中打敗了明軍 1427年明朝決議罷兵 冊封黎立雍立的壹個傀儡君主承稿為安南國王 越南恢復獨立 這裏有個小小的問題 黎立不自己稱帝找壹個傀儡幹嘛呢 因為當時的黎立覺得在反明的時候 立壹個陳朝的後人可以起到收買人心的目的 讓自己的政權合理合法 而且藉著雍立承稿後人的民生 才好和明朝談條件 所以他雍立了陳稿 但是根據大粵史記全書的記載 這個陳稿是壹個假貨 他根本就不是什麽陳朝的後人 是壹個乞丐的兒子 不過反正他也就是壹個傀儡 真假無所謂了 陳稿被封安南王的第二年就被黎立殺了 然後他自己成帝建立了後黎朝 仍然與明朝保持藩屬關系 後黎朝前幾國家在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特別是他們出了壹個非常優秀的皇帝黎勝宗 他繼位之後推行多項改革 包括中央及地方的官制科局的 又致力調整農務改善經濟 聖宗時期他還對外多次征戰 平定戰臣老撾拓土開疆 使當時的越南文化昌盛顯赫一方 但是有好的皇帝就肯定有不好的皇帝 到了後黎朝第八個君主黎威牧和第九個君主黎香義 這裏就開始亂了 他們兩個都是昏君 黎威牧是被黎香義殺死的 而黎香義後來又被大臣殺死 可見當時的朝中很亂 黎香義死後 官員為了新軍人選的問題開始互殴 各地的老百姓也開始風起作亂 皇室中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有了壹個新帝 昭宗皇帝 在他之前其實還歷過壹個皇帝 不過幾天就被廢了 昭宗皇帝見局勢混亂 就叫了壹個武將莫登庸入京平亂 這個莫登庸壹邊幫著昭宗搞定亂局 壹邊趁機控制朝廷 後來昭宗也發現這個莫登庸不簡單 自己是引狼入室了 於是他就開始討伐莫登庸 可惜後來失敗了 昭宗跑路 莫登庸立了昭宗的弟弟公皇繼位 幾年之後 莫登庸抓到了昭宗殺了他 1527年他又逼迫公皇退位 登基為帝建立了莫朝 這個時候 好像莫家是掌握了越南的實權 但是莫家奪位的做法 卻引起了效忠離世的壹些臣民不服 壹個地方降臨軟幹就是其中之壹 1533年 軟幹將找到的黎昭宗的壹個兒子 擁立為帝 稱為莫宗 宣布恢復後離朝 莫宗雖然是皇帝 但是實際上他根本就沒有什麽權利 軟幹才是掌權的那個人 後來在軟幹的軍事支持下 後離朝收復了清化 可是這個時候不是還有末朝嗎 對 末朝也還在 所以後世將統治清化以南的離世朝廷 稱為南朝 統治北面的末世朝廷稱為北朝 這壹段歷史時期被稱為越南的南北朝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 下次接著說越南 下次見